看似平静的死亡现场 暗藏蹊跷 这个是不符合摔跌 形成的一个所上的特征风部的 一双摆放整齐的拖鞋 不可常理 它的位置却是颠倒了 脚尖的方向也错了 神秘造访的黑衣人究竟是谁 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 再从房间出来 详情请收看东方110 2023年12月16日上午 嘉定公安分局南详派出所 接到了一家老年公寓的报警 住在公寓六楼的一名 85岁高龄的老人突然去世 为了查明老人死亡的原因 给家属一个交代 嘉定公安分局行政支队 刑科所的法医和技术员 到现场进行勘查 随着调查的展开 越来越多的疑点被警方一一发现 然后我们这边现在有一个老人去世了 对对对 男的你的这个老人 男的老人 那么就就他生病了还是什么 我们就是不确定 因为昨天他是好的 我们120也打了 然后你们是不是应该派人过来看一下 你地址再给我报一下 什么路上面 最先赶到现场的是 嘉定公安分局南向派出所的民警 钱晓东 他在保护现场的同时 开始向老年公寓的管理人员 询问老人的基本情况和家属信息 老人有没有登记过家属 没有登记过家属 他一直都说自己是父老 一直都是父老 那么有谁来看望过他 民警了解到 去世的蒋老伯是家定本地人 已经85岁高龄 自从2023年初租下这套六楼的老年公寓后 就一直独居在此 最先发现老人去世的 是时常给老人送饭的秦阿姨 我第一个进来了 我帮他拿菜来 我们是朋友 你帮他拿菜来 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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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平时是什么 自己下床怎么不方便是吧 不 当地我 替我乡呀 我一抬 抬开来了 秦阿姨进门后 发现老蒋平躺在床上移动不动 秦阿姨进门后发现老蒋平躺在床上移动不动 我帮他帮他 帮他帮他 帮他 我 阿姨 拿出来 拿出来 众人急忙喊来公寓管理人员并报了警 随后赶来的120急救人员确认 蒋老伯早已没有了生命体征 就在民警前小冬通过指挥中心 查找蒋老伯家属的同时 家定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民警 以及刑科所的法医和技术人员也赶到了现场 老人房间的门锁 抽屉 以及保险箱都完好无损 现场也没有打斗留下的痕迹 床头和抽屉里满是老人平日服用的各种药物 第一步的其实就是了解案情 死者的疾病情况 发现情况 现场的变动情况 抢救情况 这些因为都是要和我们后续的 勘察和检验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 在完成了房间的外围勘察和证据固定之后 法医霍德明开始对死者进行提表检查 挺自然的一个状态 然后身上有被子盖着 被子我掀开之后看那个尸表 正面的衣服其实衣着都挺正常的 但是翻过来的时候就是臀部那个裤子 是在屁股没有完全盖住的 这个当时有一点点小小的疑问 就是正常睡觉 衣服应该会提好提到腰部这种 勒在臀部位置的裤腰显然并不舒服 如果老人在睡前一时清醒 那么为什么没有把裤腰提到舒服的位置呢 在别人看起来这个睡库与他的死亡有什么关系 但对于我们法医来说 他睡库的位置和形态恰恰反映了 有没有别人在实施一些伪装的行为 从掀开被褥翻开老人衣着的第一眼 杜猛和他的同事们就对老人的死因打上了一个问号 当然如果医护人员在进行抢救时移动过老人 那么睡库的滑落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大概死亡时间是24小时左右 他两侧夹电膜有大量的皮下出血 可能是自己吃饭的时候咬合的 但经过细致的比对 法医霍德明很快就认定 这些伤痕是先进行程的 咬合咬到这里的话 应该是反复的一个过程 会有一些新旧不一的皮下出血 而不是同意的这种很鲜红的一些新鲜的皮下出血 对这应该是死亡前 就是比较近的时间给形成的 这是我的一个另一个疑问 老人口腔内的新鲜出血痕迹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这与老人的死亡原因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就在法医紧张地进行勘察时 一墙之隔的邻居反映了一个情况 邻居反映就在案发当天凌晨 他听见了隔壁传来的异响 在日常生活中 老人因为意外摔倒而造成严重伤害 甚至是死亡的案例并不罕见 那么邻居听见的异响 会不会就是蒋老伯的摔倒而造成的呢 随着调查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线索浮现在警方的眼前 而蒋老伯之死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起来 经过对邻居的反复询问和走法 警方发现当天凌晨传出的异响 并非来自蒋老伯房间 而警方在蒋老伯房间的勘察 也排除了老人发生过意外跌倒的可能 如果老人摔倒形成的损伤 可能会造成其他物品的倒伏 但是在这起现场中 看起来一切都是那么平静 与现场平静状态形成鲜明反差的 是老人呈现出的窒息症状 有些猝死的情况下 也会出现有出血点 所以有出血点不代表这个人 肯定是被他人五牙口吞 或者恶警雷警导致的接行窒息 但是有出血点 给我们法医敲响了警钟 要排除他人接行窒息的可能 在发现窒息症状的同时 法医还探查到 老人的右侧肋骨有轻微的骨折痕迹 我当时按压 按压它右侧的肋骨的外侧 就是大概有树根肋骨 有骨擦感 但是这个肋骨表面的皮肤 没有皮压出去 没有损伤 这个是不符合摔跌 形成的一个损伤的特征分布的 杜蒙马上询问120急救人员 到场后的失救情况 因为猛烈的心肺复苏动作 也会造成类似的肋骨损伤 第一时间到场的民警 钱小冬记录下了120失救的全过程 视频中的急救人员 除了做心电图以外 并没有做心肺复苏 更没有移动过老人 随着勘察和检验的深入 我们发现这起非正常死亡 可能并不像爆来的时候那么的简单 里边必定有蹊跷 除了老人身上的一系列疑点 让杜蒙觉得最无法解释的 是一双被塞进老人床底下的拖鞋 看起来整齐 但是左右脚翻了 就是说明 这个有别人通过摆放鞋子 有个伪装的客屏 对于老年人来说 一般情况下 我们常见的比较安全的上床的方式 一般是背靠着床坐下来 然后脱掉鞋子 一般鞋尖会朝向外侧 鞋根部朝向朝内 但是这双拖鞋恰恰相反 鞋尖朝向双人床 鞋根朝向外侧 而且左右脚反了 看似整齐的一双拖鞋 但是她的位置却是颠倒了 脚尖的方向也错了 杜猛分析 这双脚尖向床 且左右脚反向的拖鞋 绝不是自然形成的 唯一的可能性就 第三个人 把他的鞋子匆忙地塞在床底下 伪装成老人自己 把鞋拖在这种情况 但是因为时间匆忙 把左脚鞋和右脚鞋颠倒了 杜猛立即把现场情况 反馈到分局行政支队 专门负责重大刑事案件侦办的 刑医队民警李诗玉展开了深入调查 都要全量地进行走法 去了解一个老人的身份信息 家庭条件 家庭环境 还有家庭成员 还有平时探望老人的有哪些人 我们全部要把这些人的身份信息 全部摸清楚 结合工作人员反映的情况 和我们的视频反映情况 我们去判断排除 最后锁定这个嫌疑人 通过外围走访 警方的确发现 姜老伯交往过一些老年异性朋友 听他们说 这个老师好带个女的好带来 我们干活不能打听 但那织女看到不就来了 织女也没看到 登记没有说老婆 没有老婆 他当时来的时候就说 我儿子现在吵个对象 第一个发现 蒋老伯出事的秦阿姨 其实也是蒋老伯三个月前 在马路上偶遇的 从那我出来以后呢 有个对不起对不起 我问问问问 那么用的笔笔抽签 那么一趟 那么后来又一趟 到一月里去赴牙板 又有个经测牙板 两次偶遇 再加上相仿的年纪 蒋老伯与秦阿姨熟络了起来 没多久 蒋老伯便提出付钱 请秦阿姨为他做饭 那两个人帮帮我忙 手的脚捆我出带我出带我 岗头把头脚趺 她一趟 我被手脚趛 到一个礼拜 扣着体了 她就帮我 两次 七次 我说好吗 我前伙 我终于一日起 一样累就要知道 她说 我时期就像一样 少说 都不得 没得 我时期就像累 好吧 其他 Jesús 我做这个日子 如果你不是你去亲了你 我就能吃下去 对吧 我做这个日子 我能放心话吧 我也能 经过了三个多月的相处 钱阿姨和老蒋几乎无话不谈 也得知老蒋在老伴去世后 与两个儿子的关系十分紧张 这门呢 老她不进来吧 妈 两块毛巾三年我买 一上脱了 女士脱了 但是我 当然我都能干嘛 能做的好像是 我都能做的 都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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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的一样 我就告诉她 其实她们没有做的 那你自己来看你玩 你也将来的照片不落他 能相信吗 有可能啊 你不敢自信啊 蒋老伯究竟与什么人有交往 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但蒋老伯的经济状况比较好 从老年公寓六千元每月的租金 以及四千七百多元的 就餐卡余额可见一斑 其实她住进这个老年公寓的 也是因为把老房子给卖掉了 卖掉之后呢大概四百多万 其中最后通过法院的这个 确定等于是调解 两百万是由老人分的 另外两百万是由她的大小儿子 每人一百万 这么一个情况 蒋老伯曾经因为卖房款的分配问题 与两个儿子闹上法庭 也因此与儿子几乎断了联系 直到老人去世后 警方才联系上了蒋老伯的两个儿子 和蒋老伯的弟弟 说到父亲的死讯 戴眼镜 留寸头的小儿子在一旁沉默不语 蒋老伯的弟弟和大儿子 则希望警方早日给出答复 以便尽快办理后事 杜蒙给出了自己的专业建议 因为这起看似平静的老人之死背后 很可能有着致命的隐情 摆放异常的拖鞋 引出案件真凶 神秘造访的黑衣人与死者又有什么关系 真相浮出水面 结局令人唏嘘 东方110正在为您讲述 就餐记录显示 老人最后一次到餐厅买早饭 是在案发前一天的早上7点45分左右 自此老人回到房间之后就再也没有出过门 这一点通过对邻居和工作人员的走访 以及周边监控都得到了印证 那么从老人回到房间直至案发的这段时间里 还有谁进入过房间呢 找到他就能揭开案情的真相 根据老人就餐记录显示的时间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老人最后的身影 2023年12月15日早晨7点47分左右 头戴鸭舌帽拎着白色塑料袋往房间方向走的就是蒋老伯 虽然步态缓慢 但老人的神态和意识看上去都很正常 按电梯和开门进房间的动作也很流畅 8点多的时候呢 有一个男性 一名男性中年男性 到了这个老人的房间里面 隔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 再从房间出来离开养老院 监控画面显示 这是一名身高1米7左右 留寸头戴眼镜和口罩的中年男子 虽然看不见房间里发生的情况 但男子离开后 蒋老伯就再也没有走出过房门 直到第二天中午11点19分左右 拎着饭菜的秦阿姨在门口打电话无人接听 这才推眸发现了 躺在床上早已没有生命体征的蒋老伯 我们是根据他在医院的抓拍 包括路面上的抓拍 随后确认着他的身份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名戴眼镜留寸头的男子 正是蒋老伯的小儿子蒋小俊 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 犯罪嫌疑人蒋小俊交代了作案的全过程 原来沾染上赌博恶习的蒋小俊丢掉了工作 失去了家庭 几乎身无分文的他想起了独自住在老年公寓的父亲 也发现有类似于赌博赌球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当时呢也考虑到 有可能这个小儿子会通过向老人去要钱 要钱而引发了一个矛盾 从而导致了这个死者的死亡 其实蒋老伯不愿意把卖房款全部分给儿子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小儿子整日沉迷于赌博 我能够账票两个女子久了统统分他 我能够需要账票了 能够给特训工资用了他 一等我说 因为一归我来是赌我 工资内的问题没有了 老婆经常给予离婚离婚离婚 犯罪嫌疑人蒋小俊不知道 恨铁不成钢的父亲 其实已经打算把财产留给孙子孙女 老婆一直说我 我一直说我 因为我一直在那里贵 我一直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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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衅就不能够了 我一直在 düşün 就想要谁 然而 急着上门要钱的蒋小俊 最终和父亲 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作案行凶后 还试图伪造现场 没想到 这一切都没有 逃过法医的勘察 议僕老母 我等于是etti 斗在 JU佑 Basic 帮打板上 Ora 突然就在旁边 在船旁边 目前犯罪嫌疑人蒋小俊 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不能说成就感 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一具具尸体 然后背后可能都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 给死者讨回一个公道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法医的一个价值感 案件虽然侦破 但所有人的心情依然沉重 希望亲情能唤起泯灭的良知 也希望悲剧不要再次上演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